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给你示范一下 嗯 来 来 这儿 明天一早送你去码头 上船回香港 老 爹 我不是混过去了吗 混过初一 混不过十五啊 钱一分不会赏你的 真的 那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拿 你小子还是有点胆识的 我吗 傻人有傻福 吉人天下 阿淳总是这么说我的 阿淳 我没过门的媳妇 老爷 老太太醒了 看样子是回光返照了 来了来了 老太太来了 急什么呀 真实的 老太太 来了 我找崇光 你也着急 老太太 崇光在哪儿啊 快去找崇光呀 快 你们把崇光给藏哪儿去了啊 崇光 崇光 我要找崇光 奶奶 奶奶 崇光 我在这儿 该死的小丁 你上去拿 奶奶 我去找啊 快去呀 快去呀 快去 干嘛去呢 看看她啊 老太太 来了 老爷 老爷 让开 让开 老爷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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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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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好 少爷 少爷 快 崇光 你给我找回来 给我找回来呀 崇光 娘 崇光 奶奶 奶奶 不成这样 哪儿像个贵公子 跟奶奶说句话 快点 快过去 奶奶 你过 崇光 去跟奶奶说句话 奶奶 行了 哭什么 我还没死呢 我还没死呢 老公啊 来 过来 过来到这儿来 小娘 又变了 变了 声音也变了 你看看你 长这么大了还爱哭 九年三个月零八天 你想死奶奶了 奶奶 奶奶 你认得我了 奶奶 娘 你放心了吧 冲冠回来了 长成大小伙子的有出息了 你们都退下吧 在门口号着 好 娘 阿国 阿国 奶奶 阿光啊 唱 什么 唱歌 哪儿 这歌 奶奶教你的你是小时候 奶奶最爱听的歌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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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cooking 蒸 奶奶 大狗 真是谣遥ед 所以呢 我 月光光照地同 黑仔來乖乖睡落場 天朝阿媽要趕插陽路 阿爺看我去上山港 氣球 為 mère 天朝阿媽 採訪 摸她 無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贵死你 贵死你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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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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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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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太太 老太太 老太太一口淤血憋在心口 气血淤足 肝肾窥蜀 昨晚也许是见了孙子 一激动 淤血吐出来了 气通了 这病也就好了一半了 你是说老太太的身体能够康复 当然 气为血帅 血为气母啊 气行则血行 气质则血淤啊 只要好好将养条理 关键在于心情要好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这样的话 十之八九能康复如初的 爹 叫我 请稍等 好 听说老太太能喝粥了 是 早起要吃东西 我刚给她喝了半碗浓米浆 这会儿刚睡下 我再去看看老太太 好好 请 好 请 告辞 走吧 我有事跟你说 好 走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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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你 能不能多留几日陪陪老太太 刚才大夫说 老太太身体有可能康复 就是让她高兴 五百块钱一分都不少 从今天开始算起一天三十 直到老太太康复 不行 五天之内我必须回香港 五十 这是你一年的收入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不是钱的问题啊 老爷 爹 咱们是有言在先的 不管怎么样 坐五天 除了今天之外 就剩下三天了 这三天里面呢 我会好好地去陪老太太的 让她开心 但三天之后 我必须回香港 五百块够给阿淳做手术了 您就只给我一天一千 也不能耽搁阿淳的手术 阿淳的手术 阿淳眼睛有病 天生的 大夫说 十天之内必须得做手术 不然会瞎的 五百块就是我给阿淳的手术费 冲光如果要是在的话 老太太心许能多活几天 我真的不是不想帮你忙啊 再多两天 真的不能再耽搁了 铁将军请你们老板明天去叫场观礼 好 我这就禀告老爷 慢 天将军一再吩咐 务必要带上贵妇二公子 这是 老丁 这情节里面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好好好 王李墨 墨着了没有 奶奶 墨着了 拿出来 拿出来 来来来 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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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打开看看啊 奶奶 原来你都还够留着呢 怎么样 没想到吧 老太太 要不要休息一下 没事 冲光啊 这里边还有一本笑话书 你给奶奶念个笑话吧 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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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啊 奶奶 我念一听 你听好啊 拍大腿 唱三哥 人人说我没老婆 得在身边吹翻个 有钱吹个娇娇女 没钱吹个狗皮婆 狗皮婆 吃饭吃得多 我死我娘了 我流冲落河 我被打动了 笑话 这样才对 这不是三字经吗 就你狮子 二少爷那不爽毛的吗 三字经 我知道啊 奶奶有教过我啊 让你听啊 人知一聪 狗塞多 狗心不咬我 尽我献上两公婆 笑话 笑话 我献上两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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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 万一查到你头上 有个提身 也能掩人耳目 快说 你们谁认识 张自由 有个姓马的招了 他是会场的会务人员 见过那张自由 而且张自由上马车的时候 他就一直跟在边上 他说只要让他见少 绝不可能再认错了 好 就让他见进李重光 抓到李重光 就能抓到李玉堂 把起萝卜连着根 我要把这些革命党的金主们 一个一个地连根拔掉 爹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这是什么人 东教长 广州将军 他 是 是 什么 稳当点 还有梁广总督 广东驯府 不许不许 停车 小丁 让城府停车 驾 停车 你马上停车 我要下去 我不见什么将军总督 和同里可没有这一条 合同里是没有这一条 在是这三天之内 你必须得听我的 不然的话 我看你是拿不到那五百块钱的 李老爷 你耍我 我辛辛苦苦给你当孙子 你又跟我耍心机 我要把我引上功 给我传成这样 还说只见什么朋友 我告诉你 我不见 急什么呀 广州将军新上任 例行公事 让大夫们交钱 我答应他们捐一笔大钱 同时还要给你颁发一个什么名誉 就是个家 没什么 不去才傻呢 你真当我傻呀 有人正查你儿子是不是革命党 是不是让他活着 肯定是人家叫你带我去 你不敢不带 还想梦我 我在船上就已经看出来了 你是诚信拿我唐氏 你也不想想 万一人得真把我当成革命党了 我还活不活呀 阿四 你是个聪明人 你有你的难处 我有我的难题 你解了我的难题 我才会解了你的难处 所以我们两个人 必须是同心协力 撒破打滚是没用的 你 是有人在查李崇光 看他是不是革命党 是不是孙文的替身 是死还是活着 不光是要查李崇光 怕还要查我 要抄我的家 所以我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让他们知道 我的儿子还活着 你看 新来的广州将军 现在还没有来应的 说明现在他证据还不足 所以我们必须得去 去才有机会 不行 我怕当官的 我不敢见 今天要见的人 现在没有一个人认识李崇光 你就是现在的李崇光 你这个李崇光 才不是革命党 可 可我也不像刘阳学生 富家子弟啊 我连字都不认得 不认字没关系 听过戏吧 就像演戏一样 这两天你的戏演得不错 继续演下去 演戏 演戏 商身代表李玉堂 捐资三万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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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身代表李崇ги 一万六千 謝謝 大家 有没有 好 传臣代表赵一智 捐资九千元 传臣代表余德水 捐资两万元 下面有请广州将军 兼钦差大臣铁大人 做训事 好 好 你见过铁大人的啊 没见过 还真见过他 真见过他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 你得就等着今天见一见吧 是吗 铁大人 光绪十五年的武状元 太后老佛爷 亲赐第一勇士称号 为了谷新军士气 感谢诸位慷慨解囊 铁大人要亲自示范剑法 杀 〔如果没关 Henry against the 封岛才能打肘 这说 Pour позвол 才是 professional 这没有 有 好 咱 把 放 國家 我 � Ric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什么人啊 不知道啊 昆臣啊 你在紫禁城 有没有见过乾隆爷的阅兵图啊 真像啊 咱们这位铁大人 可真有一百五十年前的风范 不过那会儿 我怎么听说好像被洋人偷走了 给大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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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 这人不烦哪 是 是 碧 姓金 在华商大会上跟李老板有过一面之缘 是他 铁大人 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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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呀 我给大人来了 谢谢啊 好啊 我给大人来了 呀 快 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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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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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干嘛呢 你有个媳妇叫阿淳 阿 是 是 没过门呢 媳妇 不做手术就会想 拿出你的胆识来 阿淳的眼睛就看你了 好 保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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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皇都大人 将军参签定江山 战时长歌入汉关 铁大人神勇无比 摄孙文 意义深远 各位乡绅 各位同僚 铁某来广东 不是来捞银子来了 也不是走过场来了 只为一件事 那就是你孙文 和他背后的钱袋子 也是铁某向皇上和摄政王 承诺要办的事 三天前孙文就该死在香港 可是他没有死 为什么 因为他背后的大钱袋子 而现在那个大钱袋子 就坐在我们中间 这里有个李老板 李会长 刚才欧迅府说 给新军捐了三万两银子 排名第一呀 可是 他给孙文捐了多少钱 大家知道吗 总督大人 福台大人 将军大人 在下就是李玉堂 请问将军大人 何出此言 很好 李老板自己站出来了 请问 中国日报是你投资的吗 在下是大股东 自光绪二十一年起 齐少白就是孙文的左膀右臂 你连续九年资助他拜中国日报社 兴中会 同盟会 都把党部设在了中国日报社 九年里 有数不清的银子 从你的手里 到秦少白 孙文的手里 然后形成了惠州之乱 朝州之乱 秦州房城之乱 镇南关之乱 秦州廉州之乱 李玉堂 还有什么话说 将军大人一下子提出这么些问题 别人都不知道 该先回答哪个 这么说吧 经商跟做官不同 至少在广东 股东就是股东 并不过问具体的经营 中国日报社 在港英政府注册 报社的人员出出进进 股东并不干涉 这是其一 其二 说我利用报社 向孙文 孙武提供银子 报社的每一笔款项都是名诈 大人可以到港英政府的商业部门去查 不用再狡辩了 朝廷命令通缉的秦少白 是你多年的好友对吧 好友谈不上 不过我跟秦少白确有渊源 这一点 总督大人和福台大人都是知晓的 这 铁大人也许有所不知 这个秦少白的父亲 是前广西总兵 广绪十一年 在镇南关抗击法军时 壮烈牺牲 当时朝廷 侍应在此不求 追赠了一登堡国公 情福壮烈之后 处于世交关系 对他时有皆皆 这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吧 巧言吝啬 闻过是非 要说和革命党之人有私疑 或者出资办报就要被抓 那当年康有为梁启超 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大人的交情 不可谓不深吧 康良办实务报 皆由张大人出资 是什么人 无需年起 康良就是朝廷首要要犯 从来没听说过 张之洞大人受过什么牵连吧 毕人出资办中国日报 也曾经得到过 以前广东巡抚 岑春宣大人的支持这一点 府台大人也是知情的 一个秦少白犯禁 将军大人是否就要抓我 朝廷是否就要问罪 岑大人 不用给我扯大旗 装你的折袖布 左一位大人 右一位大人能拉扯关系 你的好友犯上作乱 你可以装作不知情 那要是你的儿子 是革命党 要犯呢 我 李公子 刚才 教场上建设孙文的情景 你还记忆忧心吗 大人 小人 不 不 不知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昨天我在路上遇见一个朋友 提起李公子暂不绝口 口齿节 主意节 手段节 行动节 人称四节公子 咱们今天说起话来 吞吞吐吐 莫非 你是在怕什么吗 怕 我 我 我怕什么 大人 我不知道你说 说什么朋友呢 铁大人昨天派人到寒舍说世人 要受犬子无举人功名 并没有提什么革命党 要犯什么的 不过 革命党 要犯我倒是信 可是犬子 怎么这也不至于是个 要犯的吧 好 带上来 走 快点 老实点 快点 走 跪下 张自有 你叫我 我 我 我是李崇光 我早知道张自有 就是李崇光的化名 你就是孙文在伦敦的 基要秘书 你是谁 你别装作不认识我 九月十八号 在乔治剧院 你搬乘孙文上了黄包车 我就是旁边的保卫人员 难道你忘了 你放屁 我根本没见过你 你在这儿刹涉什么呢 秦少白 本来是要当孙文的替身的 是你把他打晕了 还把他绑起来 我当时就在门口 你还嘱咐我 不要让我告诉别人 做梦吧你 九月十八爷 一整天都在春明戏园子里看大戏呢 你是不是混场子的灭片 嫌我打响得不够 就别故事来污蔑本少爷 张紫游 你别递赖了 九月十八 星期六 让我写下 春明戏园 佛山穷华班专场 广东大戏 千里居的三娘教子 四郎探母 金莲戏书 亮晓凤的大鱼藏花 宝鱼库陵 还有 还有 白桂荣的戏和会 双结缘 雪重渊 扎脚 扎脚上的 木国营大破天门阵 春明戏园在有妈第三十号 大人不信可以派人把当天的水牌找来 也就有一点错 我认罪 公子是个戏迷 你奶奶病重快要死了 你回香港不去看奶奶 躲到戏园子看什么金莲戏书 师傅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大人 这听戏吗 好比抽大爷上了瘾 那翻 翻归老的地方又没戏听 好不容易回到香港 别说我奶奶了 就是我爷爷 亲爹亲娘全都病倒了 我都要先去过瘾不是吗 不瞒大人说 我一回到香港 我就直接上那个戏园子里 要不是我爹把我揪出来 我今天还睡在那里面 舍不得出来呢 铁大人 请你相信小人 他就是张子柚 张子柚 你别抵赖了 你当时拉你的那辆黄包车 跑得特别快 我负责这大道最后一道守卫 黄包车过了这大道 从此再无追兵 我眼瞅着铁剑 从天而降 铁剑射穿轿子 鲜血都溅到了车棚上 诸位大人 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 此人不知道 受到什么人的唆使 在诬陷犬子说犬子是什么 革命党 张子柚 请诸位大人 一定给小民父子做主 把事情查清楚 铁大人以为呢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铁大人百步穿崖 剑不须发命中骨心 张子柚肯定早又一命呜呼了 怎么会站在这里 被你指 你是侥幸 那 那你是说铁大人射得不准了 你 反正我是看见血浪 你身上肯定有伤 李公子 配合眼神 你让大家去取尼吧 等等 我自己来 嗯 起来 老实点 快點 啦啦啦啦 啦啦啦